現在很多中藥是用種植的 是不是在重金屬污染當中 是不是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有時農藥太多 或是出草期太多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這個方面的問題 所以秘方草藥還是不安全 還是要小心 還有就是斷食治療法 這是什麼 因為他以為這樣子不要吃 因為有些傳言說 你吃越營養癌 那腫瘤會越來越大 所以乾脆我不要吃 把它餓死然後萎縮 像夏老師你贊同這種 就是平常沒有病的時候 贊成這種斷食法 我跟你說 其實我不是很贊成斷食 你頂多你真的要斷食 叫做半斷食 就是你那天可以吃一些蔬果 新鮮蔬果汁 一定要蔬菜 我把蔬菜放在前面 蔬果汁可以 為什麼呢 你一旦斷食的時候 當你人沒吃東西的時候 身體事實上你乾脹 就會把一些的東西拿出來用 第一 剛開始用乾糖 接下來 還會把其他的東西拿出來 再把其他東西拿出來用當中 會把你儲存在乾脹裡面 一些毒性的物質 順便一起釋放出來 反而會把你乾脹裡面 原本出什麼 因為乾脹是我們最大的解毒器官 那乾脹一些毒性的東西 會釋放到全身的時候 反而會製造另外一個問題存在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說你喝水斷食的話 你會讓那些毒性的東西 串到全身反而是更毒 其實要用所謂的半斷食就是說 當這個毒性物質出來之後 你一定要讓它排出去 排出去的話 其實有些所謂的植化素 因為植化素會把這些 毒性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才能排出去 所以你真的要斷食療法的話 我頂多是建議你半天就好 不要全天 一個禮拜不要常常做 有些人說我斷食好幾天之後 可以減肥 其實你用斷食方式減肥 是減肥什麼東西 是減肥你身體原本的瘦肉組織 蛋白質組織 你肥肉沒辦法減肥 肥肉沒辦法減肥 可能剛開始是覺得瘦得很好 可是一旦負胖 都是負胖體脂肪 所以用斷食減肥的女人 其實到最後身體就用泡泡的 就像棉花糖一樣 軟軟的 軟軟的 其實是不健康的 不結實的 OK 好 所以很多的民間偏方 或者是說道聽圖書的方法 蕭醫師你有沒有補充嗎 有聽過什麼 我想一旦被診斷肝腫瘤 最怕就是說你不願意接受治療 就是開始聽朋友講 親戚講或誰講 就是不聽醫師講 事實上現在就是有很好的治療 你假如能夠早期診斷 那麼事實上很早 就可以做很好的處理 我想這邊有一個圖 這個是 這個是已經 開過刀了 開過刀了 對 我跟你講這個圖 因為這兩個病人都是我親自診斷 然後我也都看他們開完刀 外科醫師也都把他的檢體 都立刻就是照相給我看 那麼這兩個就是截然不同 這個呢 大家覺得這個血淋漓很可怕 事實上這個中間 比較顏色不同的這個部分 就是肝癌 大小呢 它是腫瘤 對 它是腫瘤 它是兩公分 兩公分 那麼這個是一個 國小的老師 姓程 程老師呢 他說他的案例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他也是逼肝 他從來不追蹤的 可是因為他兒子 被他傳染逼肝 在生產的時候傳染逼肝 他為了逼兒子去做檢查 兒子說 你自己都不去 我也不要去 結果他就跟著來做檢查 第一次看沒問題 第二次看就兩公分 那麼他還好很聽話 沒有吃偏方 他立刻接受外科醫師開刀 因為腫瘤很小 兩公分 一開始外科醫師定位還看不到 我進去開刀房幫忙定位 定清楚 開下來 OK 為什麼特別提呢 因為這位陳老師 上個月才又來追蹤 這是民國88年的事 13年了 13年了 現在非常好 沒有問題 那麼右邊這個呢 就是很糟糕 這個呢 一個姓羅的先生 37歲 才37歲啊 從小就知道自己有鼻肝 但是從來不檢查 但是他比較不幸 因為他第一次感覺到 我右上腹不太舒服 這是他有感覺不太舒服 那麼到診間超音波一看 就是十幾公分 天啊 十幾公分 好快 一下子長好大 那麼最後呢 他去換乾 但是很不幸 換乾成功 但是兩個禮拜後過世 那過世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就是他整個換乾的過程 可能有些排斥 排斥的部分 排斥最多 那麼所以開刀是成功的 但是兩個禮拜後過世 那這個就是截然不同 真的 要特別提就是說 其實在早期肝癌 就是三公分以下 育後都很好 所以這位陳老師 上個月才來 他說 蕭醫師有機會的話 願意跟大家分享 對啦 老師的話要聽 要聽 要聽 對 陳老師講的 兩公分的腫瘤 切掉就沒事了 是啊 等到這麼大 你都不做檢查 有一天變這麼大 就來不及了 對 沒錯 好 所以 剛才蕭醫師你有提到說 第二個例子是 他覺得右腹會痛 右上腹怪怪 右上腹會痛 對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症狀 可以提醒我們說 我們該去檢查了 是 好 四大症狀 你要小心你的肝有問題 第一個 右上腹脹痛 悶痛 右上腹怪怪的 不一定痛 硬硬硬 或者是右後腰痠痛 因為肝臟在我們 右邊 上腹 右上腹的地方 對 這邊有時候 右肩感覺痠麻痛 或右手會舉不起來 舉不起來 或者在小腿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容易抽筋 這些症狀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說 肝癌早期最常見的症狀 就是 沒症狀 無症狀 等到這個就來不及了 就等到這個 其實就已經 比較晚期了 都是晚期了 以前在教科書上會寫 他說肝癌診斷以後 大概存活率 只有三到六個月 是 只有三到六個月的存活時間 對 但是我們現在慢慢發覺說 我們只要早期診斷都很好 都很好 尤其是剛剛肖醫師講了 三公分以下的腫瘤 而且治癒率非常高 非常好的 所以千萬不要等到這個 這四個會同時一起出來 還是只要一個 不會 一個 甚至於像 剛剛憲營老師提到說 我們高精素梅立法委員 他一開始 每次都覺得胃痛 他是上腹痛 他是看了醫師 醫師開胃藥給他 他自己警覺說 我做一下超硬貨 對 那個是有症狀來提醒 假設沒有症狀呢 所以還是要定期辦人做檢查 真的 好 所以如果你是B肝帶原者 或C肝帶原者的話 真的要提醒您要定期做追蹤 聽說現在在手機上面APP軟體 也可以做一些追蹤 是不是 APP軟體是幫忙 我這邊有一個就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軟體 確實是會有點幫助 這個 這個軟體叫做什麼 叫健康B B基本 健康B基本 事實上就是對一個B肝的人來說 有一些 你必須要知道一些訊息 那麼在這樣的APP軟體裡面 他提醒你 是 例如說B肝的人最重要 你半年檢查去做了沒 對 第二個 事實上現在說B肝病毒 病毒量越高 你罹患癌症的機率就越高 真的 所以你要一定要做檢查 你要確定 我體內病毒究竟有還沒有 是 然後特別提醒你 B型肝炎裡面 那你依抗原陽性還陰性 那你胎兒蛋白如何 所以這個是 等於是我們在我們的手機上面 智慧型手機上面記錄我們自己 有關B型肝炎相關的一些訊息 透過這個小小軟體提醒我們 我都建議我們的病人說 你自己可以下載下來 然後每次做完檢查 你就寄上去 是 很方便 我想這樣會比較好 可是就要先去抽血檢查 做所有的檢查才能弄APP 因為你不要自己猜好嗎 其實最重要還是 你要做定期的追蹤檢查 對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專家 跟我們分享了 這個關於B型肝炎的防治 還有一些新的治療方法 那當然最後還是 要提醒觀眾朋友 要重視自己的身體 尤其是你要了解自己的身體 然後要定期做檢查 好 謝謝三位專家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